8月16号中午12点 为期三个半月的南海伏计休渔期正式结束 在海南福建渔民们已经扬帆起航 开启南海第一步 8月16号中午12点 海南琼海的檀门中心渔港沸腾了起来 渔船满载渔民的希望和喜悦 从港口驶向大海 据了解 开于当日 海南省预计将有13600艘渔船 陆续扬帆进发 开启新一轮的耕海沐鱼征程 很期待因为休渔期三个半月了 也是想去多抓一点 去年休渔以后抓个七八千斤 今年看能不能超过一万吧 这是福建东山的开渔现场 中午12点 随着开渔节锣鼓声敲响 渔船发动机的轰鸣和鞭炮声此起彼伏 东山722艘渔船收起缆绳拉响汽笛 从全县四个渔港浩浩荡荡驶出 开启了新一轮海上生产作业 如果没风我大概一个月 离东山大概四十海里左右 有编队 四五艘船一起的 肯定的期望是满载而归 我们在屏幕上有时候 从類传你